今次的短途賽事準備 現在跳出來的時候 大家都好齊 見到中檔的爪王勝水都順利出閘 內蘭有這隻籃球先鋒 大外擋就是專勝復星中間 一起搶中的延續美麗 灰馬第五位就是這隻無敵 再後面有活力明寶橙衫 還有內蘭就是進題飛 後面尾四是黃眼罩 就是紅運復星 然後幾匹馬,旋風魅力 時代明星鮑尾就是好家夥 向著這個就是600米斷鑽進發 前面大步大步開始賣 就是專勝復星 跟著第二位有延續美麗 後面第三位有外面位置 就是爪王勝水內蘭籃籃球先鋒 再後面一對灰馬是無敵 外面還有活力明寶 後面就是進題飛 橙衣橙帽內蘭 在外面還有黃眼罩就是紅運復星 然後幾匹馬就是旋風魅力 時代明星鮑尾就是好家夥 入徵最後直路前面專勝復星 在外面上來的馬 有延續美麗籃球先鋒 再向中外擋有活力明寶 內蘭中有無敵 鬥到最後百多米 專勝復星大步大步籃之下 已經撕來了兩個新位 外面上來的馬有進題飛 外面有活力明寶 大外擋就是這隻旋風魅力 專勝復星贏第二名進題飛 第三名有活力明寶 出面旋風魅力幾個馬很近 結果順利擺在前面走 這隻7號馬的專勝復星 上回三倍 結果大到進題飛第二 第三名三隻馬要拍照 很接近 三隻馬要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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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力明寶 力明寶高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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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也要拍照 和開面那隻旋風魅力 洪運蝴星明已經套進去 但這隻無敵琳在飛隔 他們選擇在裡面走 今天也沒有人選擇在裡面走 有 輸的那些 其實這件事大家都看到 馬迷也看到 唯有交給其實競賽小組 去做一件事 由他們代問 代馬迷去問 看看三名的照片 外面的旋風魅力 套進去那隻是洪運蝴星 其實你問也有得解釋 他你說裡面沒有馬 空領領 那確保不會濕 那她就走了 算了 也算是問了 但為甚麼會確保 內蘭可以省腳情的地方 都可以沒有馬走呢 其實這些 大家都明白 算了吧 那他今天也輸很遠 你看他至少三個的比賽 算了吧 其實你也可以解釋的,不是一定說那個跑道不好的 馬上上來近方,一般而已,你跑哪個位都是輸的 對,你可以這樣說,連我飛出去都是輸的 不過如果他跑出外面而輸的話 大家都會覺得,你也是跑光了 那隻專性復星一起步就靠進去盡題飛 幸好人家都是流後的 今天爪王城水起步就很順利 接著是不是太久沒有跑呢,一直都在前面 連續美麗都一起看,看著看著看著 他前面得來是有遮擋的 攬球先鋒,又是貼懶 入到直路人家都不選入面 在後面就灰馬無敵 那有哪隻選入面呢?就是這隻 無敵 你看看後面進題飛,紅運復星在哪上 旋風魅力這些在哪上 包括好夾夥都是開邊走 專性復星雖然頭段有些被人頂著 但接著只有他一直在帶著前面走 越走越順,沒有人逼你 不過偶爾跑馬就是這樣,算了吧 可能裡面也會有機會上 拍寶就進步了,由2分到6分 又有分 增長就有分 復訪完畢了,派賽正式作實了 跑第一名七號的專程福星 導演派30個零本位置派15元 跑第二名六號進題飛位置派20元